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 很多老年朋友们都会有听力太强的问题,都以为是炎炎大导致的。 但是很多朋友们却不知道,还有另外一种可能,那就是肾脏毒素超标的表现。 传统中医认为,耳朵是肾脏健康的外部表现。 肾脏好的人,听力也会比较良好。 而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,就很容易出现听力下降,耳宁耳朵的症状。 特别是肾脏毒素超标的时候,这种情况会更加的严重。 众所周知,肾脏是人体排毒的重要器官,负责过滤血中的杂质,维持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。 但是很多人因为饮食生活不规律,导致肾脏出现问题。 其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尿液浑浊,尿液的清澈与否和泡沫有多少关系。 尿液中的泡沫突然变多了,说明尿液中蛋白浓度较高。 出现这种问题,很有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。 我们身体下巴出现了痘痘,特别是身体疲惫,疲劳,眼皮和角落浮肿。 腰酸被痛,脱发的情况出现时,也是肾脏有毒脱的表现。 为了帮助肾脏排毒,很多人都会通过喝水来紧情肾脏的负担。 但是,往往喝水是不够的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排泄乳的方法。 这个方法真的是特别的简单,但是效果立竿见影的。 我们先来准备10克黄芪。 黄芪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。 这些物质适用于氧气不足导致的水肿, 能够减少蛋白尿及肾炎的症状, 可以起到滋补肝肾脏的作用。 并且黄芪具有补气、养血、调节血压、增强免疫的作用。 黄芪是中医治疗肾病水中的常用药物, 但是黄芪的使用量不要太多了, 一般一次为5到10克, 否则会增加适量的负担。 再准备10克枸杞。 中医认为枸杞归肾肺经, 主要功效为滋补肝肾, 能够有效地帮助肾脏和肝脏排出毒素, 而且枸杞富含多种营养物质。 其中枸杞多糖主要成分, 它具有护肝的作用, 并且能够增强肝脏的排毒能力。 还具有抗癌症状者的作用。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, 购买枸杞的时候不要买颜色比较鲜腺的枸杞, 这样的枸杞大多都是染过色的。 我们要选择颜色比较暗, 那样的枸杞没有被染过色, 使用起来比较营养健康。 再准备一小把葡萄干, 葡萄干可以调补气血, 强肝肾, 易筋骨, 生筋止咳, 改善贫血。 中医认为葡萄干性贫, 胃肝酸, 入肺经, 肾经, 具有特别好的不顺气的作用, 并且可以缓解腰西酸软等病症。 葡萄干是要是两用的食材, 既有很好的保健作用, 还能够补钙。 葡萄干中含链量比较高大, 也比较适合平衍院的妇女食用。 日常生活中, 可以多吃一些葡萄干, 补气, 养血, 补肝肾。 我们加入清水, 把水面好的食材淘洗干净。 我们可以多洗几遍, 因为枸杞, 葡萄干里面的沟合会选很多大, 多洗一洗洗干净。 喜好的食材倒入养生壶中, 加入清水, 我们中小火温煮10分钟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 制作视频不容易, 请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,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是我前面的最大动力,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枸杞不要说的时间太久了, 否则会营养流失的。 黄芹、枸杞、葡萄干搭配到一起, 却有良好的护肾作用, 还可以帮助肾脏排除毒素, 减轻相当的负担。 黄芹、葡萄干、枸杞水虽然很好,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, 热性体热的人不易喝, 因为黄芹、枸杞都具有补气的作用, 湿热黄的人群喝了枸杞黄芹水会导致上火的, 并且有感冒、身体有炎症, 糖胃功能下降的人群也不适合喝, 否则会加重生理的不是。 其实除了喝黄芹茶水之外, 很多食物可以帮助身上排毒的。 第一种桑圣,第二种黄瓜, 第三黑加仑, 第四种就是山药, 第五种就是西兰花。 总而言之,平时要多喝一些水, 多喝一些养生的茶水更好的, 多吃另一样的食物, 都能够促进肝脏的排毒。 枸杞、黄芹、葡萄干搭配一起, 效果最为明显的, 当然了一定要适量的饮用, 不要喝太多了。 好了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,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,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愿意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,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, 谢谢大家,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